爱好威士忌的朋友可能会很清楚美国禁酒令属于威士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不过你可能不清楚其实还有个英国禁酒令的事件而且更为重要 决定了我们今天能见到的高品质苏格兰威士忌 美国禁酒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实施 导致了威士忌黑色猖獗还有劣质酒甲酒大量涌现 而英国禁酒令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开始 目的居然是为了防止后勤人员醉酒 不过禁酒的力度没有美国的大 英国成立的中央管制委员会将整个苏格兰 整个英国的酒吧营业时间强制缩短到一半以上 最多的时候还出台禁止酒吧第二轮买酒的措施 刚开始禁酒酒精饮料 慢慢调整为禁止烈酒饮料 然后再将酒类交易收编为国家经营 再然后把禁止烈酒市场流通 巧妙地转为禁止未成熟的烈酒流通 最后禁酒令在1915年演化并出台了未熟成烈酒法 要求威士忌最少需要在橡木桶中熟成两年 第二年还直接升为三年 由于纬度高的英伦各岛 以古物的威士忌为主 白兰地较少 从此苏格兰威士忌至少成年三年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并直到今天 已持续了一个世纪 今天我们能喝到高质量的联份苏格威士忌 全英一百年前的这一场英国禁酒令 好了 今天就分享那么多 欢迎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